全球第二大苹果零售店 Apple上海静安店开业 大批果粉蜂拥而至 有人甚至提前一夜彻夜等候 苹果首席执行官 库克也到场 与到场顾客互动 现场老太怒斥果粉 崇洋媚外引轰笑 当日在排队现场 一名老太愤怒地指责果粉 崇洋媚外的视频热传 视频中 该老太连续多次手指着果粉 大声斥责崇洋媚外 有人回应说 你知道苹果每年 为中国带来多少就业率吗 该老太高声回应 不需要 我们有自己的华为 现场发出哄笑声 明天你知不知道 人家的CEO要去北京开会 人家国家都要 要求人家去开会的 什么叫CEO要呀 要问你个妈的 你知道苹果每年 为中国带来多少就业率吗 大家说不需要 不需要就业是吧 中国不需要 我们有自己的华为 我们有自己的华为 请那边 我们有那边华为 你们有华为请什么请啊 请华为 那边华为 那边卖屁股店 我为什么要排卖 我都要买屁股店 不用卖啊 我为什么管不着啊 败累 喝着先血的先灭的血 大口大口的喝着 坐着败累的事 人家店开在这里了 店开在这里 我就是这么说 难道不可以吗 牛逼 牛逼就是牛逼 我就是牛逼 好 败累 你一说什么东西啊 你这是什么呀 别忘了 别忘了 人闹事 人闹事 来闹事的 他要知道对立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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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了 孟晚舟 任正非 都是果粉 据公开报道 华为副董事长兼 财务总监孟晚舟 也用竞争对手 苹果的手机 平板电脑和iPad 华为总裁任正非 也被抱用苹果产品 任正非曾对媒体回应 苹果是华为的老师 他常探究 苹果为什么做得好 说它是果粉不为过 去年 华为Mate60系列面试 网上有视频爆出 华为线下门店 人头攒动 有专家及分析师表示 Mate60系列会让iPhone销量减少1000万部 但大量果粉表示不信 其后 iPhone15系列产品在大陆正式开售 其火爆程度可谓一击难求 北京 上海 深圳的苹果店外大牌长龙 有果粉清晨50就守在店外 现场黄牛表示 iPhone15 Pro Max最好卖 加价可高达700至1500元 一小时一个价 有消费者坦言 即使华为Mate60系列再火 但该用iPhone的还是会用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寓教于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专线 0800-566-688